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字架搁在他身上 叫他背着跟随耶稣 这个西门他背着十字架 一步一步地走在耶稣的后面 耶稣也要我们 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 这时候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 有好些妇女都为他嚎啕痛哭 耶稣就对他们说 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 但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因为日子要到 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 未曾如养婴孩的有福了 那时人要向大山说 倒在我们身上 向小山说遮盖我们 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 那枯干的树将来怎样呢 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来处死 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堵楼地 堵楼地这个地方 因为外形长得像骷髅头 所以才有这个名称 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又钉了两个犯人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当下耶稣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这时候冰丁就研究他的衣服 在这里也应验了诗篇 第22篇18节的预言 百姓站在那里观看 官府也痴笑他 说他救了别人 他若是基督 神所拣选的 可以救自己吧 兵丁也戏弄他 上前拿出来送他来盒 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 可以自己救自己吧 耶稣在十字架的上面 有一个牌子写着 这是犹太人的王 其中一个犯人 说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当所有人看见耶稣 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都说 耶稣你怎么不自己救自己呢 可是耶稣他可以救自己 但是他不要 他愿意救所有人 因着耶稣的死 我们才能够得救 而耶稣要寻找的是什么人呢 是一个愿意认罪的人 另外一个犯人呢 就说你既然是一样受刑的 还不怕神吗 我们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但这个人 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就对耶稣说 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耶稣就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在这里 耶稣直接赦免了他的罪 直接让他同在乐园里 所以耶稣在寻找的 不是要看戏的人 而是一个能够谦卑在神面前悔改的人 那时约有正午 片地都黑暗了 直到生出 日头变黑了 店里的曼子从当中列为两半 隔开人和神中间的曼子被打开 这个曼子被打开 曼子原本是在圣所和支圣所中间隔绝的 在自圣所每年大地次进去一次 献祭 自圣所代表了人跟神对话的窗口 可是他用曼子隔开 不准一般人进去 随便进去的可能会被神击杀 但因为耶稣的死 曼子裂开了 从此人跟神中间不再有隔阂 耶稣做了中间的中宝 为我们的罪洗尽 用宝血折盖涂抹我们 以至于我们能够跟神同在 耶稣大声喊着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说了这话 气就断了 白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给神 说这真是个义人 白夫长是外邦人 可是他却看见了耶稣是哪一个义人 聚集观看的众人 见了这所成就的事 都吹着胸回去了 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 和从加利利来跟随他们的父女 都远远看着这些事 在耶稣受死的场景 有众人 有百姓 有白夫长 有兵丁 有耶稣的家人 玛利亚 还有两个犯人 这些人 看见了这些事 一定能知道 耶稣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耶稣死后的安葬呢 是有一个名叫约瑟的 他是个义士 义士呢 代表他是工会的成员 他为人善良 共义 众人所谋所谓 他没有服从 当众人在设法要毁谤耶稣 要抓拿耶稣 钉他十字架的时候 这个人他没有住现 因为他是 树长盼望神国的人 他是跟随耶稣的人 这个人在事后 他去求见彼拉多 求他将耶稣的身体给他 就取下来 包裹好 安放在石头造成的坟墓 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 也许这个坟墓原本是要为他自己所预备的 但他却愿意献上 将坟墓让耶稣来安葬 这个时候是预备日 也就是礼拜五 安息日快到了 那些从加利利来跟随的妇女在后面 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 他们就回去 预备了香料香膏 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 耶稣的死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息 耶稣的死让我们与神一同和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看见因证你的死 我们得以与父神和好 主啊你的边伤 我们能够受医治 引力你的刑法 我们能够得到平安 今日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安息 全是因为你的舍己 你并没有让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 你愿意为我们的死 是因为你想要拯救我们所有的人 谢谢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依靠你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 大告奉取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